現時本港有超過過百萬的貧窮人口 當中包括不少低收入家庭和長者 貧窮人士會盡量減散不同的開支 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 根據社聯研究 由於房屋、教育和醫療的開支難以減少 結果他們會選擇減少食物的開支 食少點、食便宜點 另一邊上 香港每日有多達3600噸廚餘被棄置到堆田區 而部分食食仍然可以安全食用 有見及此 有社福機構直接由飲食業和超級市場回收食食 並加工成為飯盒 唯有需要人士提供食物援助服務 響應環保之餘 亦都能夠舒緩貧窮問題 其實我們每一早就由早上8點到晚上11點 透過我們的車隊 大概超過15至16架的車 分不同的時段 可能早上集中在酒店或會所 去收食物回來 中段通常有飯盒午餐供應商 或者其他酒店或其他供應商 晚上我們現在去超過100間的車市場 去收食物 其實全部回到中央廚房 透過我們的廚房團隊 經過一系列安檢主任檢查 將可以用的食物 如何省調有益和健康有營養的食物飯盒 或者食物包 捐備一些有需要的基層 食食堂不單為不同的慈善機構提供飯餐 分發給有需要人士 也會直接派發飯餐給 港島區一個公共屋邨的獨居長者 有些戶數的老人家 他不拿中援 還有是靠著2,200元的生活准貼生活 我們會給多一點菜 因為晚上我們不能派飯 可能晚上的餐就減少支出 有時會有麵包 就是早上可以早餐 希望我們有收回來的食物 可以透過食物去減少經濟困難 有些老人家因為獨居 還有在香港沒有親戚朋友 真的是自己 有些可能會有鄰居 會互相幫助 如果沒有的話真的是他自己 變成我們同事每天來派飯 就是一個關心 當然有些客人 買水果 買水果 小石兵的水果有去買 其實食物援助服務 除了協助基層市民解決三餐溫飽之外 另一個重要功能是社會服務介入點 例如有工有失業 而需要領取食物援助 社福機構可以提供就業輔導服務 有子女的基層家庭領取食物的時候 也可以提供供課輔導服務等等 食物援助服務 為有需要人士送上食物 同時也送上一份關心 讓他們感受到社會 並沒有忽略到他們的需要